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一些没有办法解的磁场的问题 我们先看什么叫做安比斯罗 我们假定这是一个平面 一个空间的某一个平面 我们在这个平面上 我随便画一个封闭的路径 这是一个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那现在我们拿一根细导线 无限长的细导线 它有电流I进去 电流I进去 打叉叉就是进去的电流 无限长的直导线 那么根据Build Savalo 这个电流就会在它的周围产生磁场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取一个R的 这个边面上面取一点 它跟它的位置向量 对这个电流的垂直距离是R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有磁场 这个磁场是什么方向啊 安培右手定则 这样进去 这个方向就是跟这个地方要垂直的一个 我把这个曲线画 我把这个曲线画 这样子好了 这样比较 等待我画DL的话就比较清楚 这是根据安培右手定则 这个是垂直的 B场是这个方向 B场是这个方向 它的大小是什么 大小就是这个 B场的大小 就是等于2πr分之μ0i 方向就是那个方向啊 好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工作 在这个路径上面 我们取一段的路径激素 长度激素 在这个切线上面 切线上面 我们取一段 叫做DL 切线上面 DL 然后做什么呢 我们把B跟DL做内积 就是B场在DL方向上的投影 把每一个地方B场 把每一个地方B场的投影都加起来 就是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 因为它是封闭路径嘛 我们现在要问 我们把这个全部加起来 它的结果是什么呀 结果是什么呀 那我们就 然后 假定这个角 我把B场画到旁边 我把B场画到旁边 这个角 如果是θ角 好 那这个dot呢 就变成 B乘上 cosθ 乘DL 对不对 cosθ乘DL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 DL 在这个上面的一个 这是直角 这个长度 就叫做DLcosθ 是这一段长 这一段长 DLcosθ 那么 这一段长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从 从 这个地方 到这里 到这里 做一个角 我们称它叫做Fy角 叫D-Fi角 D-Fi角好了 D-Fi 因为这段很长 很短 D-Fi 那 那 因为这一段 跟它垂直 那么 又很小的角 因此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一段的长度 它就等于R乘D-Fi R乘D-Fi 它就可以等于R乘D-Fi 那现在这个圈圈就是D-Fi D-Fi 就是那个角绕一圈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带进来 它就等于 2PiR 分至μ0I 乘上R 乘D-Fi 那R跟R约掉 那2Pi分至μ0I 是一个常数 我们就可以提到G分号的外面来 2Pi分至μ0I 这个是什么 D-Fi D-Fi绕一圈是什么 2Pi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就等于 2Pi分至μ0I 乘上2Pi等于μ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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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磁场的分布 那么我们把磁场 圆任意的封闭路径 做一个限积分 它的结果就等于μ0I 这个就是安培定律 这就是安培定律 那要记得 这个是任意的封闭路径 任意随便你怎么画 任意的封闭路径 不过 这个I必须要是什么I呢 是这个路径 被包在这个路径里头 这个区域 这个面 里面的 垂直通过的电流 垂直通 就通过它的电流就对了 这个电流 一定要通过这个closed path 所围成的这个面 因此啊 我们就在这个I这个地方啊 加一个字 跟以前高斯定律的Q一样 我们加一个enclosed enclosed 我们现在推导是用一个 长指导线上的电流 但实际上呢 它如果有好多电流的话呢 它也一样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个封闭路径 不止一个电流 里头不止一个电流 比如说有I1 又有I2 这是垂直进入 这是垂直出来的 如果有电流是这样子 I3 这个I4 如果有这三种电流 那么这个enclosed的是什么呢 四个电流的核 如果你把进去的电流当作是正 这两个是正 这两个是正 这两个就是负 OK 如果把出来的电流当正 就是这两个是正 这两个是负 到底进去的是正 还是出来的是负啊 看情形啊 如果这个磁场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外头的磁场 假如这个位置的磁场是这样子的话 我问你 电流是进去还是出来 产生这种磁场 安培电流 电流进去是正 对不对 如果电流是这个方向呢 出来是正 所以你就看这个磁场来决定正负嘛 好 Ienclosed就是代表 通过closed path 所为成的面 的总电流 OK 或者是电流的进去 进去跟出来的可以 可以加加减减 好 这个就是安培电流 注意这是任意的封闭路径 好 现在我们举例来 如果你有好多电流的话 现在好多电流 那这个磁场呢 就不是由一个电流产生的磁场啊 它是所有的电流在这里产生磁场的 resortant magnetic field 就是它的核磁电场 就是磁场的向量核 好 现在我来我们来看看 安培定律 怎么怎么用 这是一个圆柱导体 它的半径是R 第二 现在有电流 从它的界面通过 电流 我就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整个界面都有啊 我简单的画就是这样子 都有电流 其实它不是平面的 它是一个圆柱的 I 因为有电流 所以在这个电流的周围啊 会产生磁场 在导体外有磁场 导体内也有磁场 那现在我们要问 空间任意一点的磁场 我们要怎么求 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磁场 好 比如说 我先假定 求外面这一点的磁场 好 从这里到这里 距离是R 这一点的磁场怎么做 那你就想啊 我学过哪一些求磁场的方法啊 像 Build Savalot 这个可不可以用Build Savalot Build Savalot 要记住啊 它是细导线 它那个DL 是在细导线上面 取的一段 长度基数 那现在 这么胖一个导线 你怎么取一个DL啊 那取DL也可以 但是它有 它的Cross Section 下来积分的时候啊 很麻烦 很麻烦 长也要积 宽度也要积 所以呢 这个用Build Savalot 就非常麻烦 好那现在我们就 就说 欸 像这种问题啊 电流有对称分布的 电流有对称分布的 这个 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安培定律来做 所以我们第一步 就把安培定律 拿出来 把它写出来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你怎么用啊 就像这个 我们用高斯定律一样 你怎么用啊 高斯定律是怎么样 先要找什么 封闭面 对不对 它是说封闭面 里头钻出来的 总电通量 是多少 那现在呢 Crossed Path 任意的封闭路径 那我们就要做封闭路径 虽然是任意 就是说 不是随便乱做 而是你可以选择一个 对你有利的路径 对你把这个积分 很容易积出来的路径 很容易积出来的路径 什么路径呢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这里啊 取一个 圆形 圆形 同心的 圆形 圆形 路径 同心的圆形 路径 OK 半径 我们是同心的圆形 路径 我们是同心的圆形 为什么要取这个路径呢 为什么你要取这个路径呢 当然因为 这个路径对我们 就是说 就说 取这个路径以后啊 这个路径上的磁场啊 它有特别的性质 让我们很容易的积分积出来 有什么特别的性质啊 比如说 你站在这个路径上任何一点 叫你往里头看 你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上面的电流 是长数 是圆柱对称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知道 这个电流在这个点上面 所产生的磁场 一定大小一样耶 没有理由说 它的磁场比这个大 或者这个磁场也比这个小 你没有任何理由这么说 于是这个磁场啊 就是 一样大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路径上的磁场啊 B等于Constant B等于Constant 好 那么它的方向呢 方向我们由安培的右手定车可以知道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啊 当然朝 如果在这里的磁场呢 就是朝这个方向啊 这里的磁场呢 就是朝这个方向啊 这是什么方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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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Z轴 这个方向就是Fy的方向啊 所以B长 它就等于Fy乘B 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个结果啊 因为 电流的 圆柱状对称 我们可以写出来 后面要注明了 然后我们现在取DL 你取DL 取DL 这个地方DL也是 切线的方向 这个地方DL也是切线的方向 我们取DL跟B长平行 好 那我们说 好 我现在取DL 平行与B长 因为切线方向你可以像这个 可以这个方向也可以这个方向啊 我取它跟B长平行啊 这样就好了 你这个写一下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 电流是圆柱状对称 你们自己写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B.DL 这两个平行 所以它就是变成BDL 好 B长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然后这个积分就是2πR 这个积分等于这个 它有这个过程 有这个过程 你们很 以前很多同学做这种问题啊 这个也没有写 这个当中也没有 就是这个 等于这个 为什么等啊 为什么是B乘2πR 为什么 谁说的 哪一个定例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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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 这些 道理要讲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 Mu0I Mu0I enclosed 它就是Mu0I 在这个 包在这个里头的电流 全部都在里头嘛 对不对 照理说它应该 电流应该等于什么呢 照理说它应该是等于这个 Current Density 乘D 乘D A 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范围里头 因为这个Current Density 是一个常数嘛 你们回去把这个写仔细了 我现在就直接把它写出来 它就是Mu0I 全部的电流都在里头 那右边也做出来了 左边也积分积出来了 那等号 两边相等 那我们就有B乘2πR 要等于Mu0I 好 于是我们就得B乘 它是等于2πR分之Mu0I 做到这一步还不算啊 因为B乘是一个向量 你要把这个写出来 所以B乘 B乘 它就是等于 单位向量 这个值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R 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如果R不是大于等于大R呢 我们要另外做 R小于大R的区域 这个等于什么 那我们重新要画图 重新画图 也重新要画一个图 好 那你现在要画一个区域 就是这个里头 就是这个里头 好 它的电流呢 是在外面 哪了 好 电流都有啊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个里头有 外头也有啊 这个是R 那么它的磁场呢 还是这个方向啊 我这画的不好 应该是切线方向 好 我们可以同理 跟前面一样 同理 可得 左边的积分是一样的 右边不一样 但 Mulean I am close 等于Mulean 乘上 J dot DA 因为Corent Density Corent Density 跟这个是 跟DA是 同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在这里 取一个DA 这DA 那么Corent Density 跟它的方向一样 那么我们说 这个 要等于 Mule 0 J乘DA 因为 因为 J 跟DA 平行 那J是什么呢 J就是Corent Density Corent Density 就等于 全部的电流 被 被 这个面积来出 Pi R 平方来出 OK 所以 我们就可以写 Mulean I am close 要等于 要等于Mulean Mulean Pi R 平方I 乘DA 这个都是常数 积分就是G这个 因此 它就等于Mulean Pi R 平方乘上R 这个就是 Pi 小R 平方 因此 它就是等于Mulean Pi 跟Pi 约掉了 它是Mulean I 乘上R 平方 Capital R Square 好 那左端等于 右端 那我们就得 B 乘上 R Pi R 要等于Mulean I R 平方 Capital R 平方 于是我们就得 B 场的大小 它是等于 2Pi R 的三次方 Mulean I Mulean I 乘上R的 平方 OK 好 那么 我们再把 向量带进去 所以B场 它就是等于 这个 2Pi R三次方 Mulean I 的 R平方 这是R 小于 等于 大R 如果 小R 等于大R 的话呢 这两个 词是一样的 两个词是一样的 所以你最后的结果 你要把它写在一起 所以B场 它是等于 5 Mulean I over 2Pi R 这是 R 大于等于 Capital R 要等于 2Pi R三次方 Mulean I R平方 R 小于 等于大R 好 那些特别注意这个 你看这个是什么结果 我要写小R才对 写错 写小R 这是什么结果 这就是 C导线 带有电流I的C导线 距离它R远之处 锤子距离为R远之处的磁场 对不对 因此我们做很多这类题目 以后我们就会知道 假如这个电流 是圆柱状的对称 那么你在这个电流范围以外 要求磁场的话 你可以把全部的这个导体的电流 都集中在它的脚上面 好像细导线上面的电流一样 把它当作细导线来处理 它的磁场就等于这个 什么叫圆柱状的对称呢 就是电流 只跟R有关 只跟这个R有关 这里跟这里不一样 但是同样这个R 这里也一样 这里也一样 那么这个周围也都一样 这叫圆柱状的对称 只跟R R不同 电流就不同 或者电流密度就不同 那么这个就是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状的对称可以用这个 你看这个题目 用安培定律来做好简单 一如反掌 一如反掌 你用Build Savalur 那根没办法做 有什么问题 这个怎么样 这个 这个 讲大声一点 小 我看看这个 二半二三方 这是小R 这是小R是吧 我想错了 小R OK 好 你 要指出来 要不然就错下去了 我这个都不会背 这个大小我都不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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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这样就 那就 以后就不要更正了 对不对 五六十对眼睛 要盯到我看 盯到你怎么看 OK 好 这个是安培定律 我当然还会举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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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